2017年5月 马拉韦市爆发 亲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叛乱 在军方围攻下 花了5个月才米平叛乱 双方死伤上千人 并造成20万平民 无家可归 非南大城马拉韦市 叛乱爆发至今余两年 为帮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解决住的问题 中华民国政府联合慈激基金会 在当地原建组合屋 目前已完成100户 待供应水电等设备到位后 就可让灾民入住 我们看得到有些人 已经把他们周围的环境 在做整理 我们看得也很欣慰 有人还种了花 显然他们很渴望有一个家 我们也希望尽快地 能够让他们有一个 属于自己真正的家 施工单位指出 组合屋除了用地取得不易 现在正值雨季 连带也影响工程进度 如今总算接近完工 灾民们也满心期待 别再住帐篷 能拥有遮风避雨的新家 第一次是我们必须 谈谈到这些社会 因为他们给予了很多 第二次 你会看到 我认为 大雨现在 现在 現在已經凌晨了 所以最多的時間都凌晨在這裡 我們很幸運在這房間裡有三個房間 我們可以分離女性和男性的孩子 凌晨的季節是在這裡 有這些庭圖是時間的 是讓人們在這裡忘記的事情 朱菲代表徐佩勇表示 除了近期的100戶交屋外 這起合作援助案 還將陸續在當地興建300戶組合屋 未來將錦丁施工進度 幫助災民擺脫無家可歸的窘境